当地时间12月12日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由香港进论坛时表示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加深 现行的规则和法律将发生巨大变化 拥抱变化的人才有未来 中国的企业没必要过于担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当前当然很多人很担心变化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不担心变化 拥抱变化的人才有未来 当前全球的经济面临很多不确定的要素 但可以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 解决好自己家的问题 才能够迎接全球的挑战 大家企业不大 不要过多担心世界经济 担心你自己企业比担心别人要来的重要得多 马云谈到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是输出过剩产能 而是共同探索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模式和贸易游戏规则 一带一路的使命是要给全世界创造价值 让这个世界更加平等和普惠 过去的全球化是大的国家 大的企业才有机会 他们都从其他地方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 抢占更多的市场为主 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全球化 是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为当地做一些他们现实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 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的使命是要给全世界创造价值 让这个世界更有活力 更有创新 更加平等 要更加普惠 马云还强调 香港是世界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在过去 香港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起点 在未来 香港亦可以成为周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起点 香港在金融 商业 全球化方面的优势 与内地人力 物力 资金方面的优势相结合 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惊喜